总是有人在问,究竟什么是爱情,爱情不仅是一个折磨人的难骑,也是无意附加的甜蜜,爱情就是你一看到那个人,便知道命中注定是一种缘分,哪怕千八过尽,也总是有一个人,在河流的上有等待你的归来,爱情很简单,只是匆匆一眼便可以交付一生的思念。 今天我们不来问情,单单说一说有情人的桃花,看原浅原深,原来是你。 第一名,天成座,桃花指数,罗宁老师认为,这个月金星在天成星座运行,给天成星座的爱情带来持续的好运,天成座的爱情其实并不是轰轰烈烈的那种, 反而是十二星座中最平时的心动,而这种情愫总是围绕在天成左右,并且这个月太阳在天成星座运行,还给天成星座的爱情,带来了持久的活力,只要天成自己肯投身爱情,那么桃花简直是与日俱增。 第二名,天蝎座,桃花指数,这个月金星在天蝎星座运行,给天蝎星座的爱情,带来持续的好运,天蝎是一个不缺桃花的星座,但是好运降临之后可谓是处处是桃花。 在一些公共场合,天蝎总是会遇到魅脸如丝,这个月木星在天蝎星座盛行,也给天蝎星座的爱情带来了浪漫,天蝎本就是一个喜欢制造惊喜与浪漫的星座,所以天蝎的桃花中,不妨此心塌地,爱着天蝎的人。 第三名,处女座,桃花指数,前几个月处女座总是遇到一些蓝桃花,以至于处女座很难再相信爱情,但是这个月水星在处女星座盛行,给处女星座的爱情带来变动的好机会,处女座的桃花运势终于来了发牌的好机会。 不仅如此,这个月太阳在处女星座运行,给处女星座的爱情带来了持久的活力,让处女座有人源源不断,的爱情力量追逐爱情。 第四名,摩羯座,桃花指数,投身于工作中的摩羯十分望我,更别提自己的终身大事,好在朋友和家人的督促,让摩羯多参加一些派对,而摩羯的桃花运就从此开始, 并且这个月火星在摩羯星座运行,给摩羯星座的爱情带来了很大的能量,摩羯不会再像以前一样,对于爱情无动于衷,他们会主动出击,以取得爱情中的至高点。 第五名,狮子座,水瓶座,桃花指数。 狮子座在九月份的爱情运势,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,也就是前几个月的状态,但是对于狮子来说似乎有些不满意,因为狮子总是想要失业爱情两手砖,但是只要狮子座得到爱情之后,就会爆发工作的强迫症。 总是忽略另一半,以至于狮子座总是在分手,追求的道路上徘徊不前,因为狮子座很难处理好感情中的对于狮,水瓶座在九月份的爱情运势平平。 九月份是一个在工作中求成绩之业绩的时期,所以水瓶座的心思也全部铺在了工作上,即便在一些场合,有主动搭讪的桃花,水瓶座也会理性的对待,而不是来久不去,因为一旦到了快要结婚年龄的水瓶座,不会再去讲究爱情,他们也迫切的需要稳定。 第六名,射手座,桃花指数,射手座的桃花运势在九月份有些走下坡的趋势,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射手座自己身上,他们开始回避一些桃花。 并不是因为没有感觉,主要是这一时期,射手在工作上,也总是忙得交投了,所以对于一些唾手可得的桃花已会近而远之。 对于这首座来说,桃花月并不是一个问题,而沉迷工作,积累生活才是好事,有一个漂亮的女研究生,追她的人不少,但她总是遇不到心仪的男生,很是烦恼。 之后,她通过学佛服务网,联系了罗明老师,询问解决方法,听了她的讲述之后,罗明老师根据她的情况,制定了一套风水调整。 后来,女生反馈,不到两个月,她就遇到了一个很优秀的男孩,很快他们就在一起了。 八个月后,他们结婚了,第七名,金牛座,双子座,桃花指数。 金牛座在九月份的桃花运势,可以说是一年中最煞的,因为金牛斤斤计较的老毛病又犯了。 下半年开始,金牛又开始为银行账户的数目发愁,当小气的金牛开始回归,桃花自然也是对金牛的爱搭不理,毕竟感情之处是一个很计较付出的东西。 久而久之,金牛就失去了在爱情中的优势,桃花运也逐渐下降。 双子座的桃花总是不仅次来,但是九月份双子座的桃花运,可以说是降到了谷底。 最大的原因就是喜欢热闹的双子开始变得很宅,他们宁愿躲在家里看剧,也不愿意出去约会,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感到疲惫。 工作生活都会让他们有力不从心的时候,就来偶尔的聚餐,双子座都没有心思拧花惹草。 第八名,巨蟹座,白羊座,桃花指数。 罗宁老师指出,巨蟹座的桃花运势,就好像平静的湖水,翻不起一点涟漪,就连巨蟹自己也会感到头疼。 明明自己很优秀,但是总是被对方当成空气。 主要的原因是巨蟹总是选择默默付出,为被人尽心尽力,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擦亮眼睛看到巨蟹的爱意。 巨蟹的甜蜜,需要一个同样温暖的碰撞。 看来巨蟹的爱不属于九月,九月份的白羊依旧充满活力,但是他们的桃花运势,却有些不尽人意。 似乎现在的桃花都爱上了深沉的脾气,所以总是学不会低调的白羊,会让对方觉得没有安全感。 游戏人间可以,但是似乎白羊很难遇到一个陪她到天长地久的人。 爱情不能心急,总有一个人会在下个路口,等待天真的白羊。 第九名,双鱼座,桃花指数。 双鱼的桃花就好像枯萎了一般,总是没有起色,但是这似乎和对方的选择没有太大关系,主要是双鱼总是改不了花心的本质。 爱情对于双鱼来说就好像是一种超市,浪漫又风趣的双鱼,总是想要拥有更多的爱意。 这像是一种独特的情感依赖,但是对于另一半来说,这是绝对接受不了的情感背叛,所以双鱼的桃花运势达到了最低值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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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